嗯 昨天小飛機承冠任的 背上挨了一擊看到這個球 打到了是中間方向 落地形成安打了 這球傳回來有沒有機會 Seth 哇 在恰恰這邊想要寵二壘 過來被抓到 恰恰這邊想要搶一個 乘船的機會 但是在二壘前遭到的觸殺出局 結束了這個半局的進攻 但是靠著這支的安打 打下一分球隊上的1比0領先 對 對方呢這個戰績有一個精采的守備 接殺出局 這球出手在二壘上空 落地形成安打了 標準的恰式打法打右邊 又形成安打 昨天呢單場是兩支的安打 獲選為MVP 今天呢又是個人第二安出現了 兄弟相對團隊今天這樣 一個智慧所在 當然這個 這個半局啊 還是持續來進攻的 現在又輪到的是今天 在打擊手感相當好的彭正銘 前面三次呢有兩支的安打 今天呢 在這個時候上來打擊啊 其實也是一個追平 甚至是超前的好機會 第一個球就出手 三游之間的穿越安打 要得分了 二壘上的跑者現在要闖本 來球回傳回來已經傳偏了 又發生了傳球上面的失誤 現在呢恰恰彭正銘呢要上三壘 應該都沒有問題 兄弟相對在8局的上半 彭正銘今天也是猛打賞俱樂部的成員啊 三游之間的穿越安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這一支安打 應該也會讓花花心裡面好過一點 雖然打了那個雙殺打 不過在兩出局之後 二 三 四 三棒連續的安打追回兩分 現在超前比數變成3比2 三壘 這個球真的是投得太甜了 面對今天手感這麼好的恰恰 硬是被打穿了三游的防線 但最主要 這個球還是看到余對龍的回傳 真的是騙差太多了 再加上投手也沒有到後面去補位 所以讓原本只是一支一雷安打 卻形成跑者近淡打的三壘